朋友圈消失两年,他走遍34省,发出的照片惊艳中国。 与其在看得到的当下安稳度日,不如去发现那些未知的美。 鸟看神舟,踏过山河大海,穿过人山人海,一路走走停停,最终发现,最美的,是你,是你,我的中国。 湖南小东江,你可曾在某个时刻,突然想去从未走过的地方,渐渐从未经历的风景。 那些你未曾涉足的人和事,是否会有别样的滋味,让你厌举曾经,只觉当下相见恨晚。 河北张家口花开,然而生活告诉我们,要安定。 人一旦选择抗争,失去的,往往大过所有。 生活是一道枷锁,困住了你我,却,困不住它。 吕凤霄,一个疯一样的巴士后,不谈工作,却只想出走。 辽宁盘盘进红海滩,沙漠深处,有它的脚印。 宁夏腾格里沙漠,翡翠湖边,它曾驻留。 青海柴打木匪翠湖,边垂重地,它力情打卡。 云南谱者黑,城市日常,在它镜头中,展现出魔幻脉动。 山西太阳能发电场。 如果不曾出走,便不懂得流浪的意义,如果不曾亲眼看到,就不相信这世上还有这般。 浓郁壮烈的美。 西藏无名河。 一架无人机,两部单反,三次环滑,四十万张照片。 吕凤霄独自一人,花两年时间,鸟看神州。 黑龙江扎龙失地。 内蒙古墨尔道嘎。 四川瓦切塔林。 江西赣州扶桥。 作为一名原林设计师,吕凤霄的吕派可谓蓄谋已久。 云南东川红土地。 大学时,得知诗歌齐航西藏,所见所闻, 有挡不住的诱惑,于是按下决心,看遍中国壮阔。 新疆天山草原。 2016年,摄影圈开始流行航拍,吕凤霄愁再三,购入无人机,第三次踏上旅途。 甘肃兰州原通大桥。 旅行听起来惬意,但对于还要航拍的背包客,艰辛与乐趣成正比。 海南渔业养殖场。 在广州,无人机刚降落,三个便衣便将吕凤霄。 当作间谍团团围住,检查了整整两个小时,最后放胎离开时却说,拍得不错。 广东广州天和立交。 航拍常遇到的炸击,自然也避免不了。 山西拍大桶悬空寺,遇到炸击,在几十米高的悬崖边。 吕凤霄苦苦寻找好几个小时,回过桶来,看见悬崖下面的情景,瞬间惊出一身冷汗。 云南原狼哈米梯田。 最令人难忘的,还是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 在贵州赵兴唐安洞寨,失足从三米多的梯田梗掉下来,头仙柱的,昏迷几分钟,醒来后发现,离自己的头几公分处。 正好有块尖锐的石头。 黑龙将其其哈尔大兴安岭。 虽然屡经磨难,但也有温情时刻,陌生人之间体现出的友好,总在不经意间流露。 四川月山大佛。 在藏区拍摄时,虽然语言不通,但丝毫不影响彼此关怀,小朋友会主动帮。 正在拍摄的他打伞。 逛西龙几梯田。 寒冬在黄土高原土上航拍,山民见他动得都拿不住遥控了,得要走半个小时山路,回家给他拿大衣。 云南远某土林。 乡民们展现的淳朴和善意。 是吕凤霄的旅途意外收获,同时他也发现了远离城市的繁华,偏远地区的人们。 过住怎样清贫的生活。 内蒙古海拉尔阿尔山。 于是,他决定投身公益,为这大好河川下的。 大好人民做些什么? 河南盘山路。 逛西深山里,吕凤霄通过网络,为困难的村民捐款集资,认识和许多不认识的朋友,都纷纷慷慨借囊,令人动容。 海南三亚白沙滩,对吕凤霄而言,公益不分时间,不分地点,只是看到了,就去坐。 正如他的旅拍之路。 黑龙江静博香稻田。 有人说,敢这么任性,一定是富二代。 吕凤霄表示很无奈。 湖南自信东江湖大坝。 自从爱上摄影,钱包日渐销售,还搭上了所有集蓄和工资。 到底花费了多少,吕凤霄也没个准数,只说,大概一辆高级轿车吧。 云南罗平游菜花。 值得幸庆的是,吕凤霄的家人,却选择尊重他的决定,没有过多阻扰。 新疆喀纳斯秋日雪景。 荷兰艺术家阿曼多曾说, 渐渐我明白了,不应该去创作那些已经知道的东西,而是应该创作那些隐藏在知识与理解之间的东西。 这句话,也是吕凤霄的人生信条。 云南九龙瀑布群。 与其在看得到的当下安稳度日,不如去发现那些未知的美,这是每一个新鲜灵魂的植谬。 浙江杭州前江新城。 下一个目标在哪里? 什么时候开始? 吕凤霄不知道,但肯定的是,一旦打不定主意,他就绝不放弃。 参考来源。 喜欢这篇文章吗?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。 分享到脸书。 分享到Google。 分享到LINE。 分享到微信。 长短故事。 的其他文章。 女儿带男友回家,晚饭时女儿频频掉筷子,母亲发现情况不对偷偷报警,意外救了全家。 他上相亲节目,所有嘉宾小姐们将24盏灯全灭淘汰他后,他竟说了一段话让他们羞愧到无地自容。 他请风水先生去他家墓地看风水,途中他说了一句话,风水先生说,你家这风水不用看了。 和我恋爱三个月男友他来我家提亲,爸爸掉出监控,吓得我贪坐在地。 医生发现来妇产科的17岁小女生已经怀孕14周,但看着超音波图恭喜两个字却说不出口。 我和好姐妹接连怀孕,生下来的孩子经常的相似,做完DNA鉴定后简直让人崩溃。 少傅在人气餐厅想帮宝宝要杯水,没想到店员一口拒绝后,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后悔终生。 灵归长报,放生海归,想不到16年后海归竟然回来保恩了。不可思议。 这妻子在丈夫出征前晚用诡异方式鼓励她,没想丈夫到上了战场竟成了疯狂。 杀神屠杀了三千人。21岁女大学生腹痛难忍,救护车刚到急诊室,父母痛哭不要抢救了。 忍辱让兄弟和自己的新娘睡三天,她因此看清兄弟真面目,多年后一举报仇。 丈夫去世,女人去取钱,拿出卡的一刻,全银行傻了。 。 。